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在加拿大举行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但中国和俄罗斯没被邀请,而参会国家,多是1950年代参与朝鲜战争中的国家。外界认为,此次会议替开启阻扰作用的中共和俄罗斯,组成新联合国军,展示美国解决朝核的决心。 1月15日至17日,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共同召集举办的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在温哥华举行。会议将集中讨论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包括如何以外交和经济手段打击朝鲜的核武发展计划。但举办方却没有邀请中国和俄罗斯。 参会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土耳其、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法国、希腊、哥伦比亚、比利时、韩国、荷兰、卢森堡、美国等20个国家。 中共喉舌央视在会议举行期间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指双方讨论了朝鲜局势,并引述习近平的话说,希望各方能为重启朝鲜半岛和平会谈创造条件。 报道中没有提及两国领导人有没有讨论在温哥华举行的会议。中共官媒形容,美国召集了一个奇怪的圈子去讨论朝鲜问题。 报道说,美加邀请的参会国,很多不是今天半岛局势的主要优官方,而是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在联合国军旗帜下跟随美国向半岛出兵的那些国家。 那是个早被遗忘的国家圈子,华盛顿却突然又表现出想要让它复活的样子。 美加两国是在去年12月19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加拿大时,宣布将召开此次会议的。 报道称,华盛顿在半岛局势高度紧张之时,绕开旧潮和问题经常打脚刀的那圈国家, 把曾经陪美国出兵半岛的外围国家聚一起,显然是想向平壤施压, 传递我真的在准备动武的信号。 这些国家当年曾出兵半岛为美国军队撞威,别管派出的军队是多是少, 他们都算参与了朝鲜战争。 报道还质问,美国召集这个会要给谁看呢? 1月16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声称,会议缺少对朝鲜半岛局势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并不能推动解决问题。 陆康提到,当日上午,习近平与川普通电话也谈到了朝鲜半岛问题。 陆康还引述川普的话称,美方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有专家对英美BBC中文网指出,中共和俄罗斯答应了制裁朝鲜, 但似乎美国还不满意,所以要把在朝鲜战争中跟朝鲜作战的国家都动员起来。 也有分析指,被视作朝鲜盲国的中共和俄罗斯, 在安理会历次对朝制裁决议上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一再阻咬作用, 特别是当今联合国几乎被中共操控下,美国、加拿大合办的此次会议, 实际上是踢开中俄及联合国,组成新联合国军, 展现出美国对铲除潮和威胁的决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则认为, 美方这样安排并不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他接受BBC中文访问的时候说, 美国是在跟中国和俄罗斯协调共同对朝鲜施压的同时, 把能想到和朝鲜有关的国家都想调动出来, 共同对朝鲜施压。 中共官媒近日公布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 房峰辉社攀被调查的消息, 却没有披露其行贿受贿的具体内容。 但海外中文媒体援引消息人士 披露了房峰辉贪腐的一些惊人细节。 据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网16日报导称, 有熟悉中共军队内情的消息人士披露了 正在接受调查的中共军中大佬房峰辉惊人的贪腐细节。 据该消息人士的爆料, 房峰辉在担任北京军区司令期间, 曾经卖出不少军产地皮, 并趁此机会大发横踩, 其中比较突出的事件包括。 其一,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 2012年11月, 北京军区总医院东院292医院突遭暴力强拆, 之后该医院的地皮以47亿人民币的价格出售。 其二, 房峰辉还指使下级拆掉远北京军区大院数十栋楼房, 然后赤资近十亿在北京石井山区新建五星级的豪华华北宾馆。 其三, 房峰辉赤资6000万新建军区大远南大门和院内道路, 并将新建的门诊部大楼改为京西医院, 然后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京西医院院长, 并将其提拔为少将。 消息人士还披露称, 房峰辉自己的住所是一栋四合院式的豪华住宅, 占地1000平方米以上, 装有防弹玻璃, 地下设施甚至还能够抗核爆。 修建豪宅之初, 其大门原本是朝南开设的, 后来在风水时的指点下, 又封堵了南门, 改建东门。 房峰辉被曝在饮食上也非常有讲究, 在广州军区担任参谋长时就很特权, 他吃饭时突然想吃什么, 就让做货买,做不好货买不到就摔筷子而去。 在担任原北京军区司令时, 房峰辉为了吃到自己喜欢的饭菜, 还曾经专门派二名厨师去广州学习了三个月。 其实, 有关房峰辉的丑闻早从去年九月份就已开始在港媒和海外中文媒体上陆续出现。 8月26日, 外界注意到, 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已悄然换人, 担任军改后新成立的陆军首任司令员仅一年半个礼作成, 低调接过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职务, 被替换的房峰辉则去向成谜, 外界立即敏感意识到房谋可能已经出事。 9月1日, 日本媒体《产经新闻》率先引述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指, 房峰辉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 已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的八一大楼内被双规。 同一天, 香港《明报》引述京城坊间消息爆料称, 当年房峰辉被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 是郭伯雄向胡锦涛大力推荐的结果, 所以房峰辉其实是郭伯雄的头码。 意大利时报13日称,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向中国投资者出售一家俱乐部AC米兰的事情在起不拦。 意大利司法机关怀疑这起交易涉嫌洗钱, 已经展开调查。 据报称, 中国神秘商人李永洪影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资入主AC米兰, 1月13日, 意大利时报报道, 一家足球禁旅AC米兰去年被中资收购。 意大利检方怀疑是否有以洗钱为目的灌水交易, 已经展开调查。 意大利新闻报也报道称,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当年向中国买家出售旗下AC米兰足球俱乐部时, 涉嫌从事洗钱行为。 米兰检查机构已经就此展开调查。 报道说, 米兰检方想探明, 中国买家为买下7次赢得欧洲冠军联赛的AC米兰, 支付球队前东架,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7.4亿欧元是否有蓄意灌水, 或是为了将大笔资金从境外带入意大利。 2016年8月, 张控AC米兰俱乐部股权的FIN Invest集团发布声明称, 与中方达成协议, 将AC米兰的估值定在7.4亿欧元, 以及大约2.2亿欧元的债务。 法新社报道, 贝卢斯科尼经营AC米兰30多年, 期间球队战绩斐然, 共计夺下29座奖杯。 但在去年4月13日, 由李永宏领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资入主AC米兰。 这一中资财团买下AC米兰99.93%的股份, 并接手球队共计2.2亿欧元的债务。 2017年11月, 纽约时报判发神秘的中国老板能化解AC米兰的财务危机妈的文章, 称李永宏对AC米兰的收购似乎已成为一系列存在众多问题的中国交易的象征。 文章说, 李永宏向意大利足球官员描述自己拥有一个矿业帝国, 然而他在矿业界喊为人知。 中国的企业记录显示, 至少在官方文件中, 李永宏的矿业帝国是由他人所拥有的。 但AC米兰的发言人表示, 李永宏对其矿业业务的控制权已由参与交易的律师和银行核实。 文章称, 中国的记录还显示, 李永宏和中国监管机构之间存在一系列商业纠纷和争议。 目前对李永宏极其背景的发掘, 以陆媒上海证券报2016年11月的报道最为相近。 报道称, 20年前, 李永宏参与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钱万元的庄园案。 在销声匿迹十多年后, 他开始出没于国内资本市场并违规遭罚。 2016年, 他牵头成立神秘财团, 要将AC米兰俱乐部收入囊中。 报道还说, 如果不是一张与AC米兰前任东架, 意大利前总理对卢斯科尼的合影被公开, 全球互联网上你都很难一睹他的身容。 而其神秘低调的背后, 实则隐藏着一庄军案, 震惊国内的华州三大庄园案。 华州三大庄园之一的广东绿色山河庄园, 其主要操盘手正是李永宏和他的父亲李乃志, 大哥李洪强, 弟弟李永飞。 2004年9月, 华州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李乃志、李永飞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另有相关法律文书显示, 李洪强在逃, 李永宏也被立案处理。 刑事判决书显示, 绿色山河庄园与投资者签订了合同书556份, 合同金额4302万元人民币。 报道说, 这应是李永宏的财富积累起点。 李永宏自此销声匿迹, 一度被公安机关列入追逃人员名单。 现在, 李永宏这个资本玩家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 终于入驻AC米兰。 纽约时报称, 目前尚不清楚李永宏的财富能在多大程度上 帮助该俱乐部解决困境。 路透社则称AC米兰老板李永宏 寻求引入新投资者分担财务成本。 中国著名脱口秀演员周立波涉嫌藏堵和持枪, 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 日前在纽约长岛拿骚陷刑事法院上庭。 若罪名成立它将面临三年半到十五年监禁, 据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报道, 周立波去年1月19日在长岛开车蛇行被拦截, 警方从车中搜出毒品与枪械, 当场逮捕他与同车的唐爽, 两人隔天获保释。 去年7月唐爽全部控罪被撤销, 检警则继续调查周立波案。 检方起诉书称, 经调查发现, 周立波确实持有子弹上膛的手枪与结晶甲基安非他命。 去年12月18日大陪审团投票通过, 起诉罪名成立。 周立波保释金5000元, 下次上庭2月1日。 辩护律师斯塔林坚持被告无罪, 称周立波根本不知道车上怎么会有枪和毒品, 被告最终会或无罪判决。 周立波出庭后透过个人微博发表长文, 表示被控罪不代表有罪, 他从未认罪, 甚至认清罪结案的想法也没有过。 他写道, 我不认罪, 不仅仅是对自身品行的绝对自信, 同时也是对所在国法律的基本信心。 我有能力也有信心去消除我, 检方和事件真相这三者之间, 因各自角色的不同而造成的正常误解。 随着中共前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 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杨落马, 军中打虎在传重磅消息。 13日有消息称, 刚协任的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被立案审查。 此消息尚未得到北京官方证实。 1月13日, 国内红二代微信圈传出, 刚协任的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被立案审查。 中共十九大选出的其他六个中央委员也在接受调查。 十八大以来的中央军委委员几乎半数落马。 去年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十九大代表名单中, 范长龙曾经上榜。 但在中共十九大后,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名单范长龙消失, 意为其落选十九届中委。 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装备发展部原部长张又霞接替范长龙, 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退休。 早在2014年8月, 网上就有来自军委内部消息说, 徐才后落马后, 军中巨头们个个紧张, 尤其是涉谈的郭伯雄、范长龙等人, 急于寻找对策自保。 他们急着当年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机会, 郭伯雄勾结范长龙、 房峰辉、常万全、 徐粉林等人联络和策划政变。 他们共推的政变领导人是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军队内部的人都清楚, 范长龙是徐才后一手提拔上来的铁杆亲信。 2016年5月份, 再有中共红二代在微博称, 看来军中某条龙是顶不住了, 掉下来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当时, 多数人猜测军中某条龙, 是已经退休的原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后勤部长廖熙龙, 或者是范长龙。 同年3月份, 由海外中文媒体报道, 范长龙和廖熙龙曾分别向军纪委上交问题款项, 前者三百万, 后者四千万。 这两条龙本来属于要拿下的军中梁虎, 但因属主动退赃及案发十八大前, 加上两人捣鼓俊山, 徐才后, 郭伯雄有功, 两人才暂时获习近平宽恕。 据媒体报道, 范长龙实际上与徐才后关系颇深, 范在中共十八大前夕准备退休, 突然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时委徐才后推荐, 当时习近平仅为王储无力干预。 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更被架空。 不过, 习上台后要拿下徐, 范立即反戈一击倒徐, 帮助拿下徐才后。 报道指, 习掌权后没有快速拿下范长龙, 而是让他坐冷板凳, 虽在两名军委副主席中排名第一, 但无缘出任军改小组副组长, 只做有名无实的副主席。 目前为止, 范长龙被查的消息尚未得到北京官方证实, 如果消息属实, 说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央军委委员几乎半数已经落马。 为期三天的中共第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13日闭幕。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习除了为中纪委未来一年, 乃至五年的工作定位之外, 还表扬了中纪委自十八大以来所做的散府工作, 并用一句话评价中纪委原书记王岐山。 2018年1月11日至13日期间, 中共第十九届中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 跟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一样, 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常委, 除李克强外访, 一同出席, 并发表重要讲话。 据悉, 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强调, 反腐工作要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老虎要露头秀打, 苍蝇乱飞也要拍。 同时, 还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 既抓涉黑组织, 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对于新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习近平要求职记者必先守记, 律人者必先律己。 赵乐记在会议上表示, 未来, 纪检机构要排除错误思想干扰, 重整形状再出发。 同时, 习近平还表扬了中纪委 自十八大以来所做的反腐工作。 习近平说, 十八大以来, 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忠诚屡之禁责, 做到了无私无畏, 敢于担当, 向中央和人民交上了优异打卷。 外界分析,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 很明显是在表扬 王岐山主导中纪委时期所做的工作。 此外, 会议开幕日, 中纪委通报 201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系律审查情况, 其中提及 2017年共处份省部级 及以上官员58人。 这也似乎在总结 王岐山的打虎成绩。 王岐山被外界称为反腐沙皇, 打虎队长, 中共十九大闭幕后, 王岐山退出中共权力核心。 在过去五年里, 王岐山全力协助习近来铁腕反腐, 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 反腐风暴, 习卷党, 政, 军, 商。 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六月底, 五年来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 及其他中管官员440人, 其中18届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43人, 中央纪委委员9人, 厅局级官员近万人, 县处级以下官员达到140多万人等。 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场反腐风暴中, 其往目标直指带老虎, 誓言反腐败绝没有铁帽子王。 打破形不上常委的官场惯例, 查处了郑国级高官周永康、 郭伯雄、 令计划等人。 五年内, 王岐山查处的省部级贪官 比中共前四代领导人所查获的 腐败省部级高官总和都要多, 同时也触动了太多权贵利益集团, 因此引来不择手段的疯狂反扑。 有消息称, 在过去几年里, 针对王岐山的暗杀至少有27次。 北京最高层和王岐山心里都非常清楚, 策划谋害他的黑手就在中共党内。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当任军改后新成立的陆军首任司令员 仅一年半年里做成, 低调接过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职务, 被替换的房峰辉则去向成谜, 外界立即敏感意识到房谋可能已经出事。 9月1日, 日本媒体《产经新闻》率先引述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指, 房峰辉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 已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的八一大楼内被双规。 同一天, 香港《明报》引述京城坊间消息爆料称, 当年房峰辉被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 是郭伯雄向胡锦涛大力推荐的结果, 所以房峰辉其实是郭伯雄的头码。 意大利时报13日称,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向中国投资者出售一家俱乐部AC米兰的事情在启布兰。 意大利司法机关怀疑这起交易涉嫌洗钱, 已经展开调查。 据报称, 中国神秘商人李永红颖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自入主AC米兰。 1月13日, 意大利时报报道, 一家足球禁旅AC米兰去年被中资收购。 意大利检方怀疑是否有以洗钱为目的灌水交易。 已经展开调查。 意大利新闻报也报道称,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当年向中国买家出售旗下AC米兰足球俱乐部时, 涉嫌从事洗钱做朝鲜盲国的中共和俄罗斯, 在安理会历次对朝制裁决议上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反而一再阻咬作用, 特别是当今联合国几乎被中共操控下, 美国、加拿大合办的此次会议, 实际上是踢开中俄级联合国, 组成新联合国军, 展现出美国对铲除潮和威胁的决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则认为, 美方这样安排并不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他接受BBC中文访问的时候说, 美国是在跟中国和俄罗斯协调共同对朝鲜施压的同时, 把能想到和朝鲜有关的国家都想调动出来, 共同对朝鲜施压。 中共官媒近日公布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 房峰辉社探被调查的消息, 却没有披露其行贿受贿的具体内容。 但海外中文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披露了房峰辉贪腐的一些惊人细节。 据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网16日报道称, 有熟悉中共军队内行的消息人士披露了正在接受调查的 中共军中大佬房峰辉惊人的贪腐细节。 据该消息人士的爆料, 房峰辉在担任北京军区司令期间, 曾经卖出不少军产地皮, 并趁此机会大发横财, 其中比较突出的事件包括。 其一,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 2012年11月, 北京军区总医院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在加拿大举行会议, 讨论朝鲜半岛局势, 但中国和俄罗斯没被邀请, 而参会国家, 多是1950年代参与朝鲜战争中的国家。 外界认为, 此次会议提开起阻扰作用的中共和俄罗斯, 组成新联合国军, 展示美国解决朝核的决心。 1月15日至17日, 由美国、加拿大、英国、 日本共同召集举办的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 在温哥华举行。 会议将集中讨论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 包括如何以外交和经济手段 打击朝鲜的核武发展计划。 但举办方却没有邀请中国和俄罗斯。 参会的国家包括, 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土耳其、 新西兰、菲律宾、 泰国、法国、希腊、 哥伦比亚、比利时、 韩国、荷兰、卢森堡、 美国等20个国家。 中共喉舌央视在会议举行期间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 指双方讨论了朝鲜局势, 并引述习近平的话说, 希望各方能为重启朝鲜半岛和平会谈创造条件。 报道中没有提及两国领导人 有没有讨论在温哥华举行的会议。 中共官媒形容, 美国召集了一个奇怪的圈子 去讨论朝鲜问题。 报道说, 美加邀请的参会国, 很多不是今天半岛局势的主要优官方, 而是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 在联合国军旗帜下跟随美国 向半岛出兵的那些国家。 那是个早被遗忘的国家圈子, 华盛顿却突然又表现出 想要让它复活的样子。 美加两国是在去年12月19日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加拿大时, 宣布将召开此次会议的。 报道称, 华盛顿在半岛局势高度紧张之时, 绕开旧潮和问题经常打脚刀的内圈国家, 把曾经陪美国出兵半岛的外围国家聚一起, 显然是想向平壤施压, 传递我真的在准备动武的信号。 这些国家当年曾出兵半岛为美国军队撞威, 别管派出的军队是多是少, 他们都算参与了朝鲜战争。 报道还质问, 美国召集这个会要给谁看呢? 1月16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声称, 会议缺少对朝鲜半岛局势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并不能推动解决问题。 陆康提到, 当日上午, 习近平与川普通电话也谈到了朝鲜半岛问题。 陆康还引述川普的话称, 美方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有专家对英美BBC中文网指出, 中共和俄罗斯答应了制裁朝鲜, 但似乎美国还不满意, 所以要把在朝鲜战争中跟朝鲜作战的国家都动员起来。 也有分析指, 北市冬院292医院突遭暴力强拆, 之后该医院的地皮以47亿人民币的价格出售, 其二, 房峰辉还指使下级拆掉远北京军区大院数十栋楼房, 然后赤资近十亿在北京石井山区新建五星级的豪华华北宾馆, 其三, 房峰辉赤资6000万新建军区大远南大门和院内道路, 并将新建的门诊部大楼改为京西医院, 然后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京西医院院长, 并将其提拔为少将。 消息人士还披露称, 房峰辉自己的住所是一栋四合院式的豪华住宅, 占地1000平方米以上, 装有防弹玻璃, 地下设施甚至还能够抗核爆。 修建豪宅之初, 其大门原本是朝南开设的, 后来在封水时的指点下, 又封堵了南门, 改建东门。 房峰辉被抱在饮食上也非常有讲究, 在广州军区担任参谋长时就很特权, 他吃饭时突然想吃什么, 就让做货买, 做不好货买不到就摔筷子而去。 在担任远北京军区司令时, 房峰辉为了吃到自己喜欢的饭菜, 还曾经专门派二名厨师去广州学习了三个月。 其实,有关房峰辉的丑闻早从去年九月份 就已开始在港媒和海外中文媒体上陆续出现。 8月26日, 外界注意到, 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已悄然换人。